全国最高的塔塔加游客中心经过长时间的重新规划打造 6月5号起呢以全新面貌对外启用了 这个新展场呈现了御山在地的人文、历史 还有生态等等多元丰富的资讯 并且加入最新科技的AR互动设备 增加民众对沟山生态的兴趣还有乐趣 非常有环境教育的意义 也欢迎民众都能够利用假日踊跃的前来参观 浴馆处的塔塔加游客中心经过整修后 从6月5号起重新开馆 从一楼到二楼的展场空间呈现全新风貌 尤其二楼变成一个认识御山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展场 好看也好学习 有打开御山这本书的这个一个概念 来把御山之美呈现出来 里面包含了一些不管是人文史记的部分 或者是地质还有水文之外呢 当然我们整个御山其实是从低海拔到高原的这个林象 整个呈现出来 那还有里面蕴含了一些丰富的动植物的部分 那最后呢就有我们的环境的议题的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让国人一起来参与 就是然后让我们永续的御山持续经营下去 这是AR望远镜所以你看有没有黄河雕出现了 其中一款处特别设计了AR互动设备 不管是用望远镜模拟野外搜寻动物 还是这款虚拟3D的互动游戏都能让游客感受到学习乐趣外 也同时增进对于高山野生动物的认识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启用了一些新的一些解说的展示的一个方式 包含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透过望远镜的一个AR 3D的动物的呈现 就是透过那个望远镜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体验 在野外观赏动物找动物的这个乐趣 然后另外呢我们有用双头影的一个水纹的一个呈现 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AR的一个动物的QR QA的一个互动的 有趣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 用动物一个活泼的3D的模型还可以转360度哦 最贴心的是全新的展场 浴馆处特别增加对于布农族以及邹族的人文资讯介绍 生动简单明了 全新的环境教育展场 生动的图文影音介绍 促进民众对于玉山国家公园的各项了解 记者据上线采访不到